來來來 接著下來 我要好好的介紹一下 那個 我先從最老的就是這一個 這個應該快要二十年了 這個 好好看喔 對啊 她跟威姐那個是一樣的對不對 不一樣 不一樣 我的比較小一點點 那她也是後背的嗎 她的比較長 她可以這樣背 她可以 而且她的皮帶會很軟 好軟 對啊 背帶好軟的感覺 對啊 那好好看 因為我已經背很多年了 快二十年了 或者是這樣背 對不對 然後呢 它這裡有一個純銀的那個 鎖頭 這是我單獨買的 純銀鎖頭已經變成黑色了 那剛剛我們的老闆想要用那個 試銀布 試銀布把它擦亮 我就說不需要 我就是喜歡它舊舊老老的感覺 就像我的個性一樣 像我的年紀一樣 我喜歡看出痕跡 有用過的痕跡的感覺 年紀的感覺 有故事 感覺有故事 有味道的包包 買包包就要用 它還有一個是可以 背法是可以這樣背 背在這裡當腰包 然後呢 這是二十年前嘛 但十年以後呢 我又遇到它了 那十年以後 就是十年前 我遇到它的時候 其實我根本已經忘記它了 已經忘記它了 但是我一去店裡 我就看到他們拿給我看的時候說 非常好看 怎麼會這麼好看 哎呦 怎麼這麼好背 可以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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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背了 但我已經真的完全忘記它 然後 我在這一集的時候找到才找到 找到 對 那我比較少背它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很好看 它是外縫線 很好看 它是外縫線很年輕 這個超好 這個也是啊 兩個都是外縫 對 我跟你講 你有背過嗎 我連磨都還沒開 哇塞 你看 你會不會買了這個 然後也忘記它了 對 八包最外面 對 不是啦 我現在我喜歡大包 因為這個現金可能只能裝 大概三萬 現在哪有人用現金出門 我就是 卡 你現在要兩千幾劑 你可以放冷劑 兩千塊 對 這滿人裝 因為它 而且它越用會越軟 越好看 所以這個很值得投資 如果你們買得到的話 買不到 你都買不到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 這個也是大概六七年前 這個也很輕 放大版 放大版 像你講的放大版 放大版 它很可愛 欣美姐好適合這個大小 好難裝喔 它裡面啊 它裡面有很多 真的 iPad都可以放 內袋 對 內袋 隔間 那出國很方便 這就你喜歡的大包 對 歐洲 但是 因為我來不及用它 用軟 因為我看過一個 我在巴黎的時候 我看過一個女生 她背這個包包 背得好軟 好軟這樣子 後來我到底要什麼時候 用才能用軟 我們可以幫你啊 好的 謝謝 大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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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流背 我們一個人可以背一個 她每天就背JK 把它背軟啊 背不軟啊 它太多包包了 它裡面放妝塊啊 那也太重了 所以我們可以來校勞 要噴啦 要噴啦 一人背 她包包多到 她要提醒她說 你可以換一下包包嗎 她都不換 對 都是她提醒我 然後買了新的 然後舊的 還是每天背 對 好 然後再來 這是最新的包包 好可愛 它是 這個就是那個 我們要 馬蹄 對 我們要採馬 對 放馬 的那個 我好喜歡 它的那個 那個工藝有沒有 它的這個弧度是最難的 對 好圓 這個這個弧度是最難的 然後它每一個 的那個收編 每一個線 哇 每一個線 下針 要轉 就那個針 下去要轉一圈 再上針 再下去 再轉一圈 再上針 好細喔 它的工藝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你來聽聽它的聲音 很像那種 高級千萬跑車的聲音 你看 等一下 關起來 吸一下那個門 有一個 有一個 鬆 對 鬆 這是太好聽了 所以我那天就一直在那邊這樣 一直聽 一直在那邊 憂鬱 內容的壓力很大 對 真的有點酥 聽到睡覺 好好聽 好好聽 然後繼續用原來的 原來這個包的用途就是聽到它的聲音 然後我身上也是這個一定要介紹的 是Cucci的一個很經典的襯衫 然後它一年四季我覺得它都可以穿 當然是它的顏色是佔最大的分數 然後很好搭 我外面可以搭任何顏色的西裝 因為其實我之前還有正常要去上班的時候 所以我必須要穿得比較嚴肅一點 不要那麼笑虧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會選這個 要不然大家都會選 講你好好笑 你好好笑 大家都覺得我是很好笑的人 只是我其實私底下不是 蠻好創 蠻好創的 蠻好創的 那就好 然後西裝褲也是它今年的這個 很好看 秋色也是我很喜歡的 但是這個鞋就不是了 這鞋我已經買一年多了 很常穿 對 我也很喜歡 然後它很 你要搭 多巴胺 多巴胺也可以 對 然後這個系列也 美拉德 我就覺得很值得投資 然後它的這個褲子的料子 非常的挺 然後料子又很舒服 也是很不好買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因為剛剛介紹很多穿搭 但是要讓這個茶色的穿搭 就是更整體的話 就是很重要的是髮色 然後我平常其實我的穿搭 跟染的那個髮色都很保守 所以我最常染的就是這種茶色系的髮色 像我現在這個髮色 我已經覺得是我染比較淺的 然後我有時候會染這種比較深的茶色 我看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比較深 然後像這個就是 比我現在再淺一點的奶茶色 老師 像這種茶色還要先漂過 它的第一個的那一張 這個 是褪色之後上的奶茶色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直接上色的棕色 比較深的 對 深可可 這樣看就是 這個是我現在的髮色 它是現在這個 是最近拍的 這是現在的 所以它有漂嗎 它沒有 它直接上色 對 老師 那今年是流行漂還是不漂 其實今年滿多都是漂頭髮的 就是褪色的顏色滿多 褪色然後再染 對 再染 像奶霜色 奶茶色 這幾個顏色都是今年滿流行的 那我怎麼去選我自己適合的顏色 其實我們可以把手寫 大家知道自己是暖色皮膚還是冷色皮膚 不知道 不知道 把手伸出來 然後看自己的脈 看自己的脈搏 大概65下這樣 就是 你看一下你的脈搏的顏色 是綠色的舉手 這是綠色的 綠色的舉手 綠色的 我綠跟紫都有 對 誰要來 我們 我們一步一步來 大家好不好 這是綠色的 老師 這是什麼顏色 看一下 排隊 你是藍跟紫 我是紫 我是紫 我是綠 你是綠 我是綠藍 你是綠的 綠 你跟我一樣 對 你是綠 然後我 我剛剛在外面是藍色 現在太冷變紫色 我忘了 你是藍跟紫 沒有 它是綠跟藍 新妹姐是綠跟藍 所以我到底什麼是藍 你是藍跟紫 你是綠 我是綠 我是綠 就是如果你的脈搏是綠色的話 其實我們的脈搏其實是藍色的 但是它如果是呈現綠色的話 代表你是暖色的皮膚 所以我是綠 因為我們的皮膚黃 大家藍色的脈搏就是 藍配黃 就是綠 對不對 對 好 那如果你的脈搏是呈現紫色的 對 就是比較冷色調 我是冷色 然後紫又藍的 藍又綠 就是你是中性的 就是你沒有分任何的色調 所以它的什麼色都可以 它就是冷暖都適合 可是如果你彩度很高 譬如說 大紅大紫這種 你就會非常承受不了 對 看起來臉超黑 對 對 對 這個就不適合你 對 這個就是有一個冷跟暖 大家可以試試看 來 可以玩 給我 我們先試一下好了 新眉姐 這個是冷 冷色調 好 冷色調的新眉姐 好 再換上暖 新眉姐是暖對不對 應該是暖 但它在 它冷皮膚顯白 但暖的時候 它那個紅潤 氣色很好 新白白 對 你看 你這個時候皮膚是顯白色 比較白 真的耶 真的 真的 比較顯白 對 比較白 然後 有用選 然後這個顏色 這個就會讓皮膚看起來 比較紅潤 也是 對 你這樣腮紅好明顯 腮紅跟口紅都超明顯 好特別喔 對 然後這樣皮膚變比較白 對 然後唇色變淡 不好意思 這把是羽濃 這把是羽濃 對啊 我要比這個對不對 對 你比比看 好 後來我是冷 不然 好 這個是暖 暖色調 好 皮膚比較沉 這個比較顯白 這很白耶 這就顯白 好特別喔 這個很暗 對 你這個很明顯喔 對 這個是冷 冷色調 你適合冷色調 而且你冷色調皮膚真的拉提好幾次 大概有兩度色喔 有 然後這個會讓你皮膚拉咖啡的色調 對 你冷很有質感耶 對 你是 你是冷 我一直以為我是暖色調耶 對 所以你在挑衣服或妝容或髮色的時候 一定要選對你的顏色 那個氣色才會很好 所以這個東西了解了以後 我們到你就是髮型師那 我們要染頭髮就方便多了 方便多了 但是我覺得要知道自己適合深淺 也有一些步驟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像現在很流行在講就是 農煙系跟淡煙系 那是什麼 對 妝感嗎 這個是現在非常流行在講的 比如說 講濃煙系跟淡煙系就是在講的是 比如說五官的大小 我們來看一下好 就Black Pink的Lisa 她的就是濃煙系的 對 濃煙系的 可是她的五官是很深邃的 比較歐美的方便 對 歐美的 Lisa本人 Lisa本人 我沒有 就是五官比較濃 比較深 對 所以她很適合就是深髮 但她如果你看 因為我看了很多她淺的頭髮 她的妝感要搭配 如果沒有搭配 你可能自己 你要下樓去倒垃圾 你就要戴帽子 妝化很濃 真的是稍微塗一個口紅 因為其實我們的麥拉林色素 跟膚色跟頭髮跟眉毛 全部是一致的 那我們再回來看到就是五官大小很重要 比如說像Black Pink的Rose 它的五官就是比較細的 比較小對不對 所以她就適合淺的眼睛 對 她好像也沒染過深髮 因為她 沒有 她以前深髮真的不好看 然後後來她一染淺髮 大家都覺得她沒待之後 她一直都是淺 對 原來如此 如果在這個地方 你還沒有辦法分辨 就是自己到底是深跟淺 我們可以再往下走 就是面部的留白度 就是如果我們的臉的面積 留白度比較多的 也適合是淺的顏色 臉比較大的意思嗎 比較大 適合淺髮 然後如果你的臉比較窄 適合深髮 深色 像迪利勒巴 她的臉很窄 然後她又是那種濃型的 對 然後她很適合大黑髮 所以看起來是有輪廓的 很俐落 很白 你要想她的臉輪廓這麼深 然後頭髮很輕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五官很寬散 最近那個假面女郎那個 NANA 對 她也是濃眼 所以深髮它就是濃縮 把你壓縮在一個五官 顏色越深的頭髮越好 精緻 就會變得很精緻 然後有一種高級感 高冷 原來 那劉亦菲 原下之意就是說 黑髮的人都是要長得 基本盤要很漂亮 對 沒有 不是 要很窄 臉要很窄 他要共一體嗎 你不能很窄到莫平 看嘴不行啊 然後瞇瞇眼 她的意思是說 立體 立體要夠立體 立體度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要對 我們的眼球 還有膚色 對 我們的眼球都很淺 眉毛 這些是 這是幾個構成的元素 懂了 這是參考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方向 了解 然後再一個就是 要是 骨骼的亮感很重要 骨骼的亮感 骨骼亮感 像舒淇的骨骼亮感 它的全骨的地方就很漂亮 是高的 然後它有一個內包的這個 側邊 對 這裡最漂亮 對 背包的側邊 對 這種骨骼亮感的人 也適合黑的頭髮 有人有角 超模 那些明模 幾乎都是這種狀態 好像是 黑髮 對 然後像IU 它就是屬於 它骨骼的亮感 IU是 是嗎 對 它就是比較可愛型的 然後它的骨骼 就比較窄 比較小 然後我其實看它很多都是黑髮 但是我反而覺得 它有一點點顏色的時候 它的皮膚很透 對 是好看的 可以用這個方式去 了解自己到底是哪一個型 然後去調整你的髮色 這是一個很大的方向 好難喔 怎麼辦 對啊 我還是 我看不到自己哪一個 對 我也是 我懂了 這是我臉大 我就是要淺色 直接試 直接試看看 臉金俱小 就深色 對啊 這樣子 可是我這邊有夠薄耶 羽農算是什麼 濃的還是淡的 羽農它其實算是可以淺色 它其實現在頭髮就是淺色 是淺的對不對 它就是淺色 它如果是黑髮 沒有這麼好看 真的嗎 可是因為我眉毛很黑 然後我有染眉毛 然後我每次都覺得我眉毛太黑 你可以調整一下眉色 但如果你要看得更精準 就是要對眼睛 然後你要來試試看 來試試看 有色卡 剛剛有講到就是我覺得 要最適合的方式 如果譬如說剛剛講到 就是濃顏系跟淡顏系 但整個來看 它其實是淡顏系的臉 對吧 對 它的面部其實算碰陪的 對 還有U那樣子 對 它的五官其實算小巧的 不是那種很強勢 然後很深邃的 然後再來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對它的眼球 好 來 我們楊小 我要猜美瞳嗎 猜 怎麼看不出來 它美瞳也要猜 好黑喔 就這樣 眼睛算黑嗎 它美瞳 它眼珠很大 對 你眼珠很大 其實顏色是一樣的 沒有差 這個比較淺 這比較淺 但美瞳比較淺 對 這比較深 然後你看一下對它的美瞳 然後不要美瞳的話 那如果一般帶美瞳到底要 你的顏色很淺 它大概有到十度色 也是淺 淺色 對 所以你的髮色適合就是 十度色的往上四度 跟往下四度 都是你最安全的髮色 好難喔 好難喔 還是直接去髮廊 還是買剛剛那個圈圈 對 但其實在講說 它的面部跟線條 其實它是適合淺色 這個漂亮耶 對 然後像它現在這個顏色的茶色 我會建議 我們可以在裡面做一個 再更淺的奶霜色 奶霜色是今年最流行的顏色 對 所以它給人家的感覺是很清透 非常有質感 其實它只要加了一個這個顏色 然後 白頭髮 灰白就是奶霜 好會取名格 這樣很好看 它整個 好適合喔 是不是很鮮 它的 怎麼看 線條色出來 它會有一個提亮感 你的意思是說 不要枕頭都染成這樣 然後要飄染 可以做一點飄染的方式 然後像剛剛就講到 它如果是深色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沒有這麼討喜 這很像那個歐美手上 這髮片好好玩喔 我現在就是在講這個顏色 它其實也是棕色 然後棕色去延伸 它是藍的嗎 它是藍跟紫 堆的顏色 然後它看起來很重 可是它是有一種清透的感覺 霧感 它是今年就是秋冬最流行的顏色 對 跟大家預告一下這個顏色 了解了 好 謝謝